防護員幫忙拉筋讓身體調適到最佳狀態 首戰奧運奪下銅牌的空手道國手文姿雲 奧運場上奮戰防護員也透露傷勢 身體沒有太大問題 不過心情上或許還需要些時間調適 文姿雲也在IG透露 獎牌顏色不是自己想要的 畢竟也是第一次比奧運嘛 對於她這次拿到紅牌 但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因為判定畢竟不是這麼客觀 但是我覺得台銅表現得非常好 即便吳怨多金牌 小欣欣文姿雲場上亮眼表現 已經令各界刮目相看 動作啊 達不到家園的要求 他就會抱哭 可是有別人在的時候 他還是會顧慾 然後就不敢 不敢在現場 我會躲在車中裡哭 靠著一路苦練登上五環殿堂 拿下好成績 人氣跟著水漲船高 過往上綜藝節目片段 也被翻了出來 你不小心跌倒嗎 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下 上節目玩遊戲過關 文姿雲露出俏皮笑容 直說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自信模樣就跟在賽場上一般 就連擔任開球來賓 氣勢依舊驚人 青色模樣圈粉無數 這回奧運上展露頭角 畢竟可能是唯一一次 空手道在奧運上比賽 文姿雲堅強實力 已經讓世界看見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的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